深深一鞠躬 為近來惹出的風波道歉 神隱十多天 藝人宋毅銘 終於帶著太太陳維林 召開記者會澄清種種 前教友的指控 強迫奉獻 但記者會前一天 前教友王瑞玲才爆料 被教會趕出去的教友 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從進入教會開始 都有固定奉獻 還是在一個月內 拿出五位數到七位數的數字 因此宋毅銘只敢在舊堂開記者會 因為那裡除了他所說 丈母娘奉獻六千萬的椅子 舞臺和影音設備 其他什麼都沒有 真正奉獻的證據就是新唐 全由教友奉獻購買 秀出租賃合約 顯明每月租金 新臺幣七萬五千零九元 宋毅銘強調擴建新唐 全由教友自由奉獻 就連藝人阿斌 徐小可夫婦 都傳出曾奉獻高達一百萬 但王瑞玲這一揭開教會費用 說教友每週需要奉獻 餐會費 一次的費用四千元 到了新唐 還提高到一次四千五 單菜色只有四菜一湯 主食不是炒飯炒麵 就是炒米粉 有時還會只有大腸 蚵仔麵線 加油飯 就不知道高額的奉獻金 都留下哪 更還原 華蓮泰魯閣事件 說教會根本沒有要訂四月二號 前往華蓮泰魯閣的四二六次班車 早就規劃好要搭遊覽車 記者會開到一半就忍不住哽咽 一旁太太陳維林 則是全程不說話低頭哭泣 宋毅銘更當面向太太致歉 就不知道這眼淚前教友們買不買單 華氏新聞時間裡 接聽台北裁縫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氏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